世界之名化妆品牌蓝口 诞生于1935 创始人阿曼德佩迪 让是一名调香师 公司成立后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就是香水 品牌以玫瑰花为标志 向全世界女性分享优雅且高贵的气质 创始人阿曼德从小就是玫瑰控 她认为每个女人就像玫瑰 这有其特色与姿态 蓝口有自己品牌的妙思女神 大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女性 或是国际超模 她们作为魅力女性的化身 来彰显Live 蓝口的品牌价值观 2016年时著名影星伊莎贝拉罗·齐里尼 获得三次奥斯卡奖杯的她 当时已经65岁 蓝口的品牌方认为对于年龄 伊莎贝拉罗·齐里尼依然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 并将岁月视为对内心争瓦的探裙 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伙伴 伊莎贝拉罗·齐里尼曾在1983年 担任过蓝口全球形象代言人 她本人的传奇故事 也是自信女人的完美化身 今年蓝口的妙思 是全球第一的时尚国主 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小城姑娘 Giarra Verini 蓝口宣布时候曾称赞 Giarra Verini 凭借非凡才华和不懈努力 传递与众不同 且不拘泥于形式的美丽 这正与蓝口一直以来 所秉持的精神和理念完美契合 蓝口想通过她服务更多女性自由表达 实现自我尽强美丽时刻 蓝口集团非常重视亚太市场 蓝口除了拥有全球代言人之外 在亚洲还签约了不同地区的代言明星 在中国 选择的品牌代言人是人气小花周东宇 除了选择中国去代言人 还签约了王俊凯担任彩妆与香水大使 小凯是蓝口采用的第一个男性的彩妆大使 连蓝口开年限量里和里面的产品 都是王俊凯亲力亲为选出来的 口红仅1784和仅3684 随即卖断货 蓝口除了选择中国代言人及品牌大使 也会与不同明星进行合作 推广新品 蓝口不仅为合作明星提供品牌支持 明星拍摄时射大片 时常看到蓝口品牌 植入在蓝口合作的众多明星中 与品牌关联热度最高的是那位的 精品研究院最新推出蓝口合作 明星关联网络热度排行榜 周冬宇排名热度榜第一位 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品牌大使 王俊凯排名第三 近期与蓝口合作 不独的李冰冰还在第二 热度依旧高涨 李冰冰之前发微博上 曾发过手拿蓝口 印有冰冰红高的嘟嘴 自拍照参加杂志拍摄的时候 也使用了蓝口口红排名 第六位于飞红和第八的源泉是蓝口的护肤大使 素颜依旧经验的二位气质女性保养 与蓝口互服产品非常契合 蓝口还选择了热门东义 创造101里面的四位小姐姐合作 孟美希热度排名最靠前 在榜单中挤进前十 随后是王菊十一位 吴轩宜十四位 以及徐孟杰十六位 蓝口全球代言人佩内洛普特鲁兹 排名热度榜单中莫位 看来国际品牌代言人的本土化战略 还是非常必要的